大家好 我是孙老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阴谋论 那么阴谋论这个内容呢 是在互联网上很常见的一个内容 尤其是在YouTube上面 相关的内容非常多 比如说在中文的频道里面 个人订阅最多的一个人呢 叫做老高 那么老高这个频道呢 从头到尾就在讲阴谋论 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阴谋论其实是一个很流行的 一个互联网上的内容 那么这个现象呢 我觉得 鉴于它的流行性 有必要来分析一下 来这个讨论一下 那么我讨论阴谋论的方式呢 就是去分析它的历史和成因 讨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呢 是一个比较符合我风格的一个角度 那通过这种讨论 我想我们也能够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加深一些 那么问题就来了 有很多人会问 这个阴谋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说呢 阴谋论既真又假 那先说假的方面 那从很多具体的细节上 和很多内容上呢 确实阴谋论有很多虚假成分 很多细节是无从考证 但是与此同时 从大的方向上来说 从它营造的一个真实感来说 它也是非常真实的 那么这种真实感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呢 去了解阴谋论 因为真实感 它是跟一个社会文化 还有群众的集体心理有关系 那这个真实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先从阴谋论的虚假细节 和真实感觉来讨论这个现象 那我想大家都听过 各种片段式的阴谋论传言 那这种传言主题各异 是大量的散布于互联网的各个地方 很容易在网上找到 那这些当中呢 有的是关于政治阴谋 有的是关于流行病的灾难 还有的是关于人类的秘密结社 甚至还有些和外星人有关 所以从内容上来看呢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那么面对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故事 我们首先要去给它下一个定义 不然根本就没办法确定 今天节目讨论的具体范围 所以阴谋论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呢 实际上是有定义的 其实关于阴谋论的相关研究 在西方的学术界 也不是一个很新鲜的题目 通过查阅相关论文信息 可以看到不少的相关研究内容 比如说这一篇发表在 政治心理学期刊上的论文 叫做理解阴谋论 它是得到了英国安全威胁研究 与证据中心方面的基金支持 它说明阴谋论的传播 和网络舆情安全 是有内在的相关性 根据这个论文的定义 阴谋论是一种用来解释 各种重要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理论 那么它把这些现象 都归因于幕后少数几个 实权人物的密谋和暗箱操作 阴谋论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政府 但是也可以用来指控 任何的社会和政府组织 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 阴谋论有一个特点 就是从故事叙述的 内在结构和逻辑来说 它基本能做到完整逻辑自洽 也就是说 阴谋论的故事逻辑 本身没有明显漏洞 但是问题在于 整个逻辑闭环 它缺乏外部的文献材料 或者是数据支持 也就是说 所有的故事都变得很巧妙 但是缺乏证据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阴谋论的内容就不符合 实证主义的研究逻辑 关于实证主义的意思 只要我们写过论文就知道 写论文有几个步骤 首先有一个开提报告 在报告里面 你要提出一个初步的假设 然后你要通过你的证据 去检验你的初步假设 大方向是否正确 然后你可能会发现 初步的假设有一些瑕疵 你再根据证据 去调整你的假设 再找更多证据 去证明你调整过后的新假设 最后你是要使得 你的假设和证据相互匹配 也就是说 实证主义需要讲求可信的证据 那么从写论文的角度来看阴谋论 它是提出了假设 但是找不到充足的证据 去证明这个假设 所以就只能自己编一些证据 最后是根据这些编出来的 不可靠的证据 直接得出结论 所以它是不符合 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因此的结论也不足于采信 阴谋论不属于科学 但是我要说 阴谋论在感觉上是真实的 这个地方需要强调一点 就是生活的事实 和感觉的真实之间 不能画等号 因为我们能接触到的生活事实 也无非就是我们生活圈子的 一些人和事 对于这个辽阔复杂的世界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感知 所以先天就感觉到 这个世界很神秘 难以琢磨 实际上这个就是 对于真实感的缺乏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充满了事实 但是缺乏真实 这个状况 就为阴谋论的存在 提供了空间 第二点就是 阴谋论的大方向 我认为没有说错 所有的阴谋论都认为 这个世界的背后 是有一个强力的幕后集团 他们通过某些秘密手段 来监视 控制 监管 社会大众 那么从大方向来说 这个逻辑 其实本身是没错的 像这种 大家都在被奴役 被监管的感觉 它实际上是文明 造成的一个必然的感觉 它是一个文明病 也是城市病 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先来 简单的回顾一下 阴谋论的发展史 那早在19世纪的时候 就有一些基督教的末世论者 他根据圣经的文字 解读出这个世界 将会遭到萨旦信徒的统治 整个世界 将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当时有一些保守主义者 就认为 那些鼓吹全球一体化的人 就是萨旦的信徒 不过这个时候的阴谋论 还没有发展出 整个完整的体系 那么早期 现代阴谋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就是威廉卡尔 这个人是个反犹太主义者 他在上个世纪 30年代的时候 就开始举办一些讲座 内容就是关于 所谓的光明会 统治世界的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 和全球的那些金融巨头 比如说罗斯柴尔德 路克菲勒等等 他们的家族都有直接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所知的阴谋论 有相当一部分 是起源于这个人的言论 那在他之后 有一个学术界的阴谋论鼓吹者 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卡罗尔·奎格利 不过奎格利的阴谋论 是和他独特的历史观 相互联系的 那严格来说 他的这些理论 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阴谋论 那奎格利本人 对于所谓的国际圆桌运动 这方面有不少的研究 他也是坚持认为 这个世界是被一个 少数精英集团所控制 那么他的这些观点 在他的著作 悲剧与希望当中 都有体现 那奎格利后来 是担任了美国政府的顾问 他本人也是科林顿的老师 他在政界和学术界 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奎格利认为 普通人的力量 去反抗这个幕后精英集团 完全是躺臂挡车 所以普通人最好的选择 就是接受这些人统治 这是他的看法 那时间再往后 更多鼓吹阴谋论的 作家和政客 都开始陆续出现 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美国的企业家和政客 帕特罗宾逊 他曾经专门写过一本书 就叫做新世界秩序 那这个书里面 可以说是把之前 人们的各种阴谋论 进行了一个大的汇总汇编 比较完整的构建了 一个阴谋论的体系 那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些宣扬阴谋论的 演说家和作家 比如说英国的大卫艾克 那这个人呢 又把过去的阴谋论 进行了升级幻代 在他活跃的时代 科幻电影和外星人 已经是一个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大卫艾克 就把传统的阴谋论 和科幻元素结合到一起 那写了一些科幻升级版的 阴谋论书籍 他的观点就是 控制人类的光明会 不仅是人类当中的精英 而且这些精英 和所谓的爬虫类蜥蜴人 是一伙的 人类呢 其实是被一种 古老的外星人控制的 那简单梳理一下 阴谋论自身的历史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阴谋论这个东西 它是随着时间不断发展的 过程当中是不断吸收流行文化 和各种的小说故事 它自身有一个诞生 发展完善的过程 其实阴谋论自身的成长史 它和20世纪 人类面临的困境 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核威胁问题 政府的监管问题 贫富差距问题等等 这些东西带来的焦虑感 其实是和阴谋论有关的 现实的焦虑造就了阴谋论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阴谋论 结合起来看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说 阴谋论所宣扬的这种 被监管被控制的感觉 它其实是一个城市化病 也是文明病 因为现代文明的发展 必然会带来城市化 通过统计数据可以看到 在19世纪以前 全球主要的国家 它的城市化率是非常低的 普遍在10%以内 但是工业革命之后 出现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城市化率大幅提高 这个是因为工业文明的发展 它的前提就是 必须进行集中化的生产 集中劳动 创造财富 这种集中的特点 就和古代的农业社会 那种分散居住的方式 非常不同 城市化的意思 就是把过去散居于农村的人 集中到城市当中 进行高强度劳动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必然会出现管理的问题 集中到城市劳动的人口 那就必须使用高强度的管理方式 这种高强度集中化的管理 就会给人带来 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那生活在高密度 集中化的城市当中 会让人感觉生活被压抑 被限制 也就是说 城市生活方式 会先天让我们感到不满 你要知道 人类的祖先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不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 在人的第一记忆 也就是基因的记忆当中 那种生活方式 依然是散居于大地之上 所以在我们的基因当中 先天就反感这种 高密度的居住方式 还有就是集中化 官僚化的管理模式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记忆 基因必然反感被集中管理 那我们的第二记忆 神经感官系统 也在不停地告诉大脑 目前这个城市系统 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抑 所以这个时候 第一记忆和第二记忆 就相互联通了 让我们更加确信 这种被压抑 被奴役的感觉 所以有这种感觉很正常 在现代的城市当中 人们每天都觉得 自己被监视 被控制 在摄像镜头的背后 有一个从不露面的人 或者组织 在监管我们的行动 有这种感觉 其实非常正常的 它说明我们的本能 还没有死亡 还能对这个世界 形成有效的感知 但是问题在于 普通人 他受到生活圈子的限制 肯定是找不到方法 去证实 到底谁在监视我们 那那些背后的监视者 和管理者具体是谁 这些资料 普通人是永远没法得到 所以在现实当中 有强烈的被监视 被控制的感觉 再加上没有办法 找到幕后的真实的情况 最后的解决方法 就只能是素质于想象 于是就产生了 阴谋论这种解释问题的方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 阴谋论就是城市化 和文明发展 必然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可以说 阴谋论是曲折的表达出 城市人 文明人的一种不满 只要文明存在 城市存在 现代工业存在 那就一定会存在阴谋论 阴谋论就是文明的影子 是光照不到的地方 那么阴谋论呢 可以说就是一种现代的城市化病 在城市化集中的地方 就会出现集中管理 这种集中式的管理呢 就会引起人的不满 这种不满的集体情绪 就是阴谋论存在的基础 那不过呢 阴谋论在不同的地方 它还是有不同的种类 比如说在美国这种地方 那么阴谋论呢 它其实有一种政治动员的作用 阴谋论其实可以间接的影响政治 发动群众走上街头 所以阴谋论在美国是可以干预现实的 而在中国这种地方呢 阴谋论就是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 是一个人民群众 原来消遣的一个东西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我们就来详细的讨论一下 那我们再回看这篇叫做 理解阴谋论的论文 这个论文其实对于阴谋论的形成 做了一种解释 首先是人们在什么情况下 会倾向于相信阴谋论呢 答案就是 当他们试图在一种随机和混乱的世界当中 去寻找出某种秩序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他们通常使用的那种解释工具 没有办法解释这些复杂现象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倾向于用阴谋论做解释 那除此以外 不同的群体对于阴谋论也有不同的偏好 那假如一个群体内部的人 认为自己的群体被人贬低 被社会边缘化 或者是正在遭受某种危险的时候 那这个群体内部的人呢 就会倾向于使用阴谋论去解释很多事情 那么在政治心理学期刊 上面有篇文章叫做 阴谋论信仰 那这个当中呢 也说到 对于阴谋论的信仰 它通常是个人或组织 感觉到自我被系统边缘化 被孤立化 被异化的这个感觉 通常呢 这种感觉和阴谋论信仰 有明显的相关性 那些感到自己被边缘化的人 或者族群 就有很强的动机 去想象出一个具体的敌人 然后去攻击他 用这个方法来发泄愤怒和不满 那所以阴谋论 是和人的特定社会处境 还有特定的情绪 有很强的关系 那么阴谋论在美国呢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 那这篇由芝加哥大学 两位学者撰写的论文 就提到 阴谋论呢 其实是一种公众意见的 极端表达方式 这个文章当中就做了一个统计 内容是关于美国人 他们对于主流阴谋论内容的 熟悉程度 那结果发现 美国民众非常熟悉 各种阴谋论 那阴谋论在美国的流行程度 非常高 有一个数据就是 有高达77%的美国人 认为肯尼迪被刺杀 是另有隐情 那这个文章也进一步提到说 阴谋论其实是一种政治的叙述 这种叙述表面上是在谈论一些 公共事务或政治议题 但实际上呢 是在表达政治立场 所以这个地方就很关键 当它涉及到政治的时候 阴谋论就不再是一个 茶余饭后的谈资 它也不再是一个 用来吸引眼球的媒体内容 它开始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意义 它成为了一种政治的动员方式 有多项调查研究都表明 美国的右翼势力 以及川普的支持者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比例都相信阴谋论 那这些人在政治宣传集会 游行和选举的过程当中 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那这个情况也说明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 确实是出现了很大的不平衡 有很多人自我感觉被边缘化 被异化 被孤立化 所以这一群美国人呢 就需要借助阴谋论这个渠道 去表达不满 那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叫做 匿名者Q的政治组织 这个组织的核心思想 其实和阴谋论的种种说法 没有任何的不同 那他们认为 那川普正在和美国的深层政府对抗 那这个所谓的深层政府呢 又是和所谓光明会 金融家族 蜥蜴人 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 那有一部分这个组织的追随者也相信 在1999年已经死亡的 小约翰肯尼迪依然还活着 而且他呢 就是匿名者Q 这个人就代表所谓的正义的力量 他们正在和邪恶势力做斗争 目的就是为了拯救美国 拯救人类 其实这些说法呢都不重要 重要的地方在于 这个阴谋论组织 搞了很多的政治活动 他们是长期出现在 川普支持者的集会上 表示支持非常踊跃 而且在社交媒体上 是大量散布他们自己那一套理论 另外在20年的时候 这个组织也试图推翻 总统选举的结果 那非常明显 这个组织不是一个单纯 用阴谋论来吸引眼球的组织 它是一个政治组织 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政党 那其实这个就是 我对于阴谋论的理解 它在美国 其实是一种政治的形式 是一种低阶板的政治动员 它是可以动员 大量基层的社会边缘人群 那些对生活不满的人 还有一些保守主义者 让他们参加到政治运动当中 而动员群众的方法 一定需要是简单的故事 不能太复杂 最好就是所谓的光明和黑暗决斗 正义和邪恶较量 这一类故事最好 但如果他们像我这个频道那样 讲理论 讲历史哲学 讲哲理思辩 那就太复杂 这样做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员 文化程度很低的人民群众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提醒一下 阴谋论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可以通过阴谋论学到什么 我们需要学习的 并不是具体了解阴谋论说了什么 那个没什么意义 关键是看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他们如何动员群众 他们这套政治手法如何操作 如果你能够看懂阴谋论 你就基本能看懂基层的政治动员 你把这套学会了 你自己都可以去搞政治 当然我说这么多 主要还是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而言 对于中国来说 阴谋论没有什么政治意义 它就是纯粹的神怪小说 属于聊斋一类的东西 也就是上厕所的时候 没事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未成年人不存在政治 只存在管理 而中国刚好是一个未成年人组成的国家 那么通过以上内容 可以看到阴谋论 虽然这三个字全球都一样 但是它还是分不同的种类 比如说美国的阴谋论和中国的阴谋论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另外两类 就是成年人的阴谋论和未成年人的阴谋论 这两类 那么所谓成年人的阴谋论 就是这种东西可以成为底层的政治动员 从而干预现实 干预政治 产生很多政治行动 而所谓未成年人的阴谋论 就是这个东西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一种童话故事一样的东西 那么当然了 中国版本的阴谋论 还是可以让一些人继续做梦 梦见川普又重回宝座 梦见的所谓的正义力量 又重新占领美国 然后他们来救你们 但是实际上 没有人会来救中国人 中国人最后的命运 就是和维尼一起慢慢变老 好 今天就是这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来疯